是我們鄰居 然後他他的一個案子 就是最主要是他 他是一個家族當中 專門在做辦桌的 中南部在做辦桌 他算是中保室的女兒 但是他們有兩個 就是哥哥 然後就是有點不正業 但是他就是繼承他 也不是說繼承 就是他幫忙家裡的部分事業 就是所有的包辦有的沒有 這個女兒 或者是外匯 什麼他都是一手包辦 從小時候他開始幫忙 到最後的部分是覺得 爸爸就是要臨終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就是應該我有 應該有一份吧 那沒想到就是說 就是在 為什麼爸爸臨終 還想要有一份 沒有 爸爸的部分 就是要臨終的時候 不是要有分財產 那最主要是 就女兒 應該有一份